那今天跟大家说点啥呢 主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选房车的时候啊 尽量选一些实用的就是这种配置 包括我们的一些啊房车 你买房车的时候 他之前在一些设计上 包括他的水路啊电路啊 一些设计上啊 尽量简单实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少一点智能化的东西 少一点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啊 这样的话呢 相对我们开到外面 外衣就是说坏了之后呢 好凶一些 因为我们房车大家知道啊 其实很多房车不像那个汽车一样啊 它有这个3S店 每个地方都有可能方便售后 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了 可能一个市啊 都没有找不到一个售后的地儿 甚至是就是很多房车都是回厂家售后 那这个时候 你在外面有问题了之后呢 是没办法的 叫天天明 叫地地不灵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水管 对吧 那很多有些车呢 可能选用什么 类似于进口啊 跟某某某进口品牌方的同步的水管 或者什么样的 那到半路上 如果一旦出问题啊 其实很难弄的 你知道吧 你说你买了个卡子 两个管对接啊 这种的可能都买不到 它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国内是不太一样的啊 包括有一些就是更高高科技的东西啊 我们就是放在车里面 使用的时候啊 你要看它影响程度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可以拿一个移动的音箱 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蓝牙 这个雾霜大雅的东西 它是娱乐的 无所谓 有它没它都行啊 坏了也不影响 是吧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水路 你坏了之后 然后你当地找赔钱找不上 这个时候你就很头疼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自己又没有什么动手能力的时候啊 确实很头疼的 所以我建议 比如像我们的水路 我就选尽量就是能贴近家用的 你包括像我之前那个蜗牛三号 和这个蜗牛四号 所有的水路都是那个啊 四分的这个不锈钢防爆的 这个食品级的不锈钢防爆波纹软管 那这个东西你随便到任何一个 但别说限了就镇啊 镇箱那个镇上 卖五斤的地儿 五斤土杂的地儿都有卖这东西的啊 你买一个管你就能装上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 所以说相当简单相当方便 而是谁都能用 随便找一个人过来能接 你自己略微一丢丢原理的 女生都能把它接好 你这种就方便一些 那之前像遇到很多小伙伴 他那水管可能就不是 不是这种水管啊 是厂家给配的这种 就是细一点的胶管或者什么管的 那这种管呢 它本身管和管还有接头 粗细还不一样 是吧 他认为他这东西挺简单挺方便的 但是他没考虑到 他这个不会永远不一辈子不坏啊 是吧 那一旦坏了 咱坏不知道在哪坏 那个山西是吧 也可能在新疆 也可能在西藏 你坏了之后怎么办呢 对吧 那如果你选的 就是我们房车上的配件 选这种大众化的东西 甚至选家用的东西啊 常见的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啊 万一坏了的话 你都能买到配件 因为房车们 我们是就是底牌是底牌 是吧 我们这个房车是房车部分 那你房车部分的一些配件 尽量选择就是家用大众化的东西 随便哪里都买到的 因为毕竟你这个 装上之后车是在运动当中吗 是吧 包括我们车里的一些保险片呢 啊 一些保险呢 都不要选一些太特殊的啊 尽量选一些 就是我们一般的城市啊 或者是个小乡镇啊 都能买得到的 一些配件 这样的话呢 相对体验感就要好一些 所以很多小伙伴啊 就是买车的时候 可能完全就忽略了这一点了啊 选的是挺那个智能化的啊 智能的东西比较多 但实际用完了之后 万一出了问题之后就很麻烦 体验感非常的不好 所以这一点大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房车 说实话 很多这个技术还不是很 呃 成熟也好 包括体量也不是很大 包括我们的配件呢 像很多这种房车配件呢 甚至都不是 呃 没发现有太大的厂开发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它没有那么大的体量 就没有人去开发这种房车配件 所以呢 你让这种配件的话 它的稳定性啊 质量啊 各方面呢 还是有待提高的啊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选家用的 或者能选市面上常见的啊 尽量选这种一些啊 管路啊 电路啊 相对 等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相对就好解决一些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看到之后 我也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